魔王林克统治海拉鲁大陆前需要先熟悉一下海拉鲁大陆的环境 大陆里什么花鸟重兽都可以攻击的 万物皆可利用 熟悉后在附近会看到这么一个绿色的玩意 点击调查还会变形 真是吓了我一跳 而且还有智慧可以对话 跟他对话完后知道大叔买不起 所以给了我一台 当我以为是免费送给我的时候 他说想免费那就去救公主吧 墨曹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为了Switch又去救公主吧 在一顿巴拉巴拉后得知公主有可能就在十只神殿 出发寻找Switch 帮我部队是寻找赛尔达公主去 一路蹦达终于来到十只神殿门口 本想用掌纹解锁 结果发现掌纹识别错误进不去 这就有点尴尬了 正在一脸茫然的时候背后突然一激励 一个声音在那巴拉巴拉的 你压得还知道吓到我了 介绍自己前先打声招呼啊 这位大哥完全无视我的牢骚继续在那巴拉巴拉的 在听了他一顿巴拉巴拉后得知想要开启神殿大门 需要在岛上收集三个零件能力才可以开启 其实是需要四个 后面会讲到的 现在先去第一个神庙 如果一开始就来这边是没有掌纹印证的 只有听完前面老鲁巴拉后才会出现掌纹印证 进来后老鲁又出现了 继续无视我在那一顿巴拉巴拉的 然后教了我第一个能力 压得大哥你在神殿咋不教我呢 第一个能力叫创造之力 简单来说就是可以移动物体和粘贴 比如这边过不去就可以移动石板搭桥过去了 第二砍宽度增加了 一个石板长度是不够搭桥的 这时候就要用到粘贴能力了 把两个石板摆好粘在一起 看这样长度就够了 现在可以把石板摆上去了 第三个砍是需要搭建一个简易缆车才能过去 先把板摆好 然后再把铁钩粘到中间位置 如果粘歪了等下滑行的时候会勾不住而脱落 我脑残请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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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有脑残请第一个小时 那我拿下来 再往下滑行 往后就放下面 还有两个小时 就还能被保护 同意 不第一个零件到手 还差两个 从神庙出来后 老鲁大哥又出来一顿巴拉 听完后才知道 原来所以除了可以玩游戏外 还能当望远镜 观察了一下 剩下两个神庙 一个在雪山地区 一个不远处 现在就穿着一条小裤衩 去雪山还不冻死 先去进的这边 进到神庙后 还是跟前面一样 你妈的都是你教我 咋不一次性救 第二个能力叫组合之力 就是可以把装备跟道具组合在一起 比如这里 我把木棍跟石头组合在一起 就变成的大石锤 这样就能打碎这种石墙了 而且武器伤害也会提高 盾牌也可以组合的 弓就不能组合了 但是可以组装配件 把这边踩的火焰过 组装到箭矢上 就会变成火焰箭矢 然后再对准上方箱子出射箭 就能烧掉树枝了 就会变成火箭矢 还有这边把长棍跟尖刺组合就能变成长矛 组合多种多样可以多多尝试 我后面把盾跟火龙头组合 变成了一个格挡的时候会吞火的盾牌非常好玩 如果把火龙头跟武器组合就会变成自带火属性的武器 烤肉烤苹果什么的直接就能烤了 都不用去找火堆了 从神庙出来后就遇到了管家魔像 给了我一个电池 告诉我说这是可以重复充电的电池 有了这个就不怕随时没电 但是要怎么充电他也不知道 需要我自己去寻找 前方洞窟里的其他魔像知道怎么充电 可以去那里询问一下 好了这期就先讲到这里了 后面还在攻略中 下期继续 有了 谢谢观看